发展大众运输条例 有固定路、航、线、固定班、航、四、固定场站及固定费率 提供旅客运送服务之公共运输 适用本条例之大众运输事业 系指依法成立并从事国内客运服务之下列工 民营事业 一、市区汽车客运业 二、公路汽车客运业 三、铁路运输业 四、大众捷运系统运输业 五、传播运送业 六、载客小船经营业 七、民用航空运输业 继承车客运业比照大众运输事业 免征汽车燃料使用费及使用牌照税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交通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卫县、市、政府 第四条 主管机关应依大众运输发展过重大建设需要 规划设置大众运输厂站或转运站 前向大众运输厂站或转运站所需用地设计都市计划变更者 主管机关应协调都市计划 主管机关一都市计划法第27条 规定办理变更 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变更者 主管机关应协调区域计划 主管机关一区域计划法第13条 规定办理变更 主管机关对于大众运输厂站或转运站之土地 及建筑物的协调相关主管机关调整 其使用项目或使用强度 大众运输事业之固定运输厂站或转运站 应依实际需求设置无障碍设施及设备 主管机关应定期检讨无障碍设备 及设施之设置与维护 第4之一条 各级交通主管机关应依实际需求 于运输营运者所服务之路线 航线或区域内规划适当路线 航线 班次 客车 机船 乡 舱 提供无障碍运输服务 及规划设置便于各类身心障碍者行动 于使用之无障碍设施及设备 第5条 主管机关为改善大众运输营运环境 的建立大众运输使用道路之优先及专用制度 前向优先及专用之条件 规划 设计 兴建及营运等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6条 为提升大众运输服务品质 主管机关应辅导大众运输系统兼支票证 转运 行旅资讯及相关运输服务之整合 必要时 并的讲助之 第7条 主管机关对大众运输之营运及服务 应定其办理评价 其评价对象 方式 项目与标准 成绩评定 成果运用 公告程序及奖励基准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8条 大众运输事业在主管机关核定之运价范围内 的自行拟定票价公告实施 并报请主管机关被查 调整时 一同 第9条 大众运输票价 除法律令有规定于已优待者外 一律全价收费 依法律规定于已优待者 其差额所造成之短收 由中央主管机关协调相关机关编列预算不贴之 第10条 主管机关对大众运输事业资本设备投资及营运亏损 的予以补贴 其补贴之对象 限于偏远 离岛或特殊服务性之路 旁 现业者 前项有关大众运输事业资本设备投资及营运亏损之补贴 应经主管机关审议 其审议组织 补贴条件 项目 方式 优先顺序 分配比率及监督考核等事项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一条 本条例施行细则 由交通部定之 第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发展大众运